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忠诚 老吴今天跟各位聊个话题 这是我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是网红,现在很多网红 网红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带货 也就是卖货了,简单讲就是网购了 他在网络上面推销某一种货 那个叫网红,实际上那个东西 那个叫带货,其实就是网络销售 也就是以前的第四台的所谓的电视行销 只是他用网络而已 所以其实那个跟你要传递文化是大义齐趣的 但是如果说你想要传递文化 除非用公务门花了公费下去 浪费工厂消耗预算去做 那个要用私人的名义来做的话 实际上背水车薪而且什么,持不达意 那我就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有些人已经很红了 比如说大陆第一网红或者是前几名都女性比较多 他们想要介绍一下他自己的那个文化特色 比如说四川,比如说云南 那结果你可以看到非常失败 第一个 这个为什么失败?因为他的经营团队 他只能够做一点吃的 或者做一点什么生活情绪这样子 你要是真的想要把中国文化深刻的放在里面 真的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哪怕你就换成你磕个活字板 或者你炒几道菜 这个东西都要传达这个文化 是差异很大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文化的优势 跟他的那个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比如说四川你就可以用讲 某些时候讲四川话 因为你四川话跟普通话 你的切换的速度非常快 你可以借机告诉大家 这句话四川话要这样讲 像比如说我在 我在那个网络上 看到一些网红介绍节目的时候 有些老一辈的人 他没办法讲普通话 所以他就用四川话讲 比如说安逸 很安逸 安逸就好的意思 那如果说安逸这个在其他的各省通用的是叫什么 可以 可以 这就是台湾跟大陆的差异很大 我第一次听到说这东西好不好 你这个手艺怎么样 可以 我第一次听到可以这两个字 我讲你一个农民 你的那个水平 要求水平还这么高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讲说很棒 非常好 用广东话讲说 就到顶了 你真是棒极了 可是一般的那个大陆的一般的人呢 都叫做可以 好像是高级长官在讲 可以 我认可 只是可以而已 这个跟台湾是差异太大了 台湾一定是要 一定要 要保 要保养的话 保奖的话 就是讲到顶了 好 棒 真好 他不会讲可以 那那个史川华叫做安怡啊 这个我也是近年我才学到的 以前我不知道安怡是什么意思 还有很多其他的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 你要传递一个文化 你必须要真的了解 你在外面跑过之后 你知道比较之后 人家会怎么样误读 会怎么样误解的那些东西 你拿出来 这是绕科嘛 就是砍大山嘛 同样的你可以照样做你的东西 如果说你想要介绍你这个地方的文化 风俗等等的话 其实这利用这些网红是可以的 问题是当地政府不愿意跟他合作 而他本或者是跟他讲过 但是没有给他经费 然后也没有给他溢注什么人 就算有溢注的话 不是他的团队 他们也可能有格格不入 也浪费时间 因此你可以看到很多这种 他们介绍当地的这个文化的时候 或者介绍某些文化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肤浅 或者是词不达意 这个东西就是怎么样 就是这些网红啊 文化水平低 虽然实在话 文化水平真的低落 所以他没办法代言地方文化 那我刚刚已经讲了 那个四川跟云南的例子 就是这样 那一次失败以后 就大概就爬不起来了 因为你这个东西 你在还没红之前 你就要学步5G才高八头 等到你已经红起来之后 你就没有时间再去阅读了 这个情绪上官大学问大 实际上他的时间都忙在做官专营上面 他没有时间去充实自己 所以很多的那个高达官贵人讲话是毫无内容 就是这么一回事情 所以这也就是让我们觉得说这个网红文化 他是一个很短暂的 因为他无法持久 因为他富时有限 凶无点末的话 很快他就撒完了 撒完了以后怎么办呢 他卖的东西就会出状况 因为你毕竟你还是需要用 需要用那个企业管理啊 这些方式啊 你在后面再来学 你可能就晚了 你如果事先没有准备好 not ready 然后你就开始 结果意外爆红之后 爆红之后可能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 可能眼见他起高楼 眼见他 这个验宾客 眼见他楼他了 就这样 潮起潮落 网红就是这样 所以实际上 那些要利用网红来 他能带货 为他自己牟利 他想要代言地方的文化 是没有办法的 完全没有办法 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哪怕说他什么 捐了多少钱 赠灾什么什么的 那也只是说他的异形 但你真的想要说 有深刻的文化意涵的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网红 可以这样做的 简单讲就是这样 这就是网红 他能够有多大的影响力呢 我个人认为 全部都建立在money上面 也就是网红就是要带货 带货就是要销售 他可以随时在一个小时以内 可以说在中国大陆 可以说创造了上亿元人民币 就是四亿 你乘上四到五 能够销售这么多的东西 比人家一年的营业额还要高 而且人家有上千人的劳工 他就这么一个 就这么几个人 靠一张嘴 靠一个脸 然后讲了一些这些话 就能够这样 那我个人是从来不在那个 不被人推销这些东西了 我要什么东西 我都要实地上去试过 亲手试过 眼见为凭 这个我不会耳听无效 所以我这些网红 而且我这些网红的节目我都看 我看了以后 所有的节目都是一次性的 一次性的 如果说你是烹饪的节目的话 如果你认真的学烹饪的话 他在演的第一次 你把他笔记记起来 什么东西的分量全部抄起来 必要是要停格抄 便于你做笔记 抄完之后 你只要一个影片 你只要看一次 OK了 然后你就可以试做 你试做是不是跟他的效果一样 那如果说你要讲到生活 那可能那就是一种文化的形态 长迷生活 那种形态就像你的吃喝拉撒睡 旁人不见得能够进入那个状况 或者是能够理解 你真的想要了解 我看到大陆很多地方的网红 尤其农村的 那有的人 这个真的是使出了 这个吃奶的力量 可是他们很多的那个元素 通通都误解了 比如说我要做吃的 做吃的人 如果说一个人的话 你就做一小碗就OK了 你一个人要做五六道菜干什么 不可能嘛 这不是奢侈浪费吗 你要做菜的目的 就是厨艺的目的 不是胃饱自己 而是你做出来的东西 就像一个艺术品 要是给人家欣赏 让大家来分享品尝 让大家来吃的时候 哇很下饭 这个好吃 有这样子的赞美的声音 你才值回票价 而不是说 如果说我要做的话 我直接炒个蛋炒饭 或者是怎么样 加点肉什么 营养什么 加点菜什么 营养都够了 因为杂食性的 又菜又肉 又什么都在里面了 营养不缺 可是问题是 那个东西不是他们想要秀的东西 而他们想要秀的东西 实际上跟真实生活是脱节的 尤其是有一些特别要标榜自己在农村里面 怎么怎么样刻苦 怎么怎么样 实则你一眼就可以看出手脚了 不是这样的 就像说我的节目都是我自己在按这个start 自己在按那个stop 所以这就是没有团队 那既然说那个人可以在田里面劳动 在路上走都有影像 那怎么可能呢 他也不是用空拍机 也不是用什么 那就是他有团队 至少他有三四个人在他旁边 因此他的内容就不是长迷生活 简单讲就是这样 就是做做 就是演 因此我就觉得这个网红文化 他不能代表在地文化 他想要能够做代言 几乎没有一个人能成功 因为网红都是一个一系成名 而他在这个一系成名的背后 他没有深刻的文化底蕴 以上跟各位分享 这是我的看法 谢谢